大家好,我是Dan 一名40多岁的男性 上个月刚失去了母亲 当他在令堂外迎接导演者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一位快递员将他母亲生前订购的物品 送到了令堂,而不是到家里 这位男性在网上发文表示 在出殡的前一天早晨 一位快递员带着些许鱿鱼来到了令堂前问道 请问这里是某某某的令堂吗? 确认后,这位快递员便将一个包裹送了过来 这件意外的包裹 原来是男性的母亲生前订购的最后一件物品 可能是在母亲的手机中 有保存快递员的联络方式 所以快递员收到了群发的复告短信 因此特地前来 快递员表示 阿姨平时总会准备饮料给我 对我非常热情,让我很感动 我觉得我应该亲自来向她告别 因为匆忙赶来,所以穿着工作服就来了 真的很抱歉 快递员一边表示歉意 一边递上了那个包裹 发文的男性表示 其实只是为了送快递 我也非常感激 更让人感动的是 这位快递员还磕头后掀上了哀悼机 并在90度鞠躬后离开了 在场的家人们都谈论着 真难以相信 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存在 在这份感动与爱上之中 大家都忍不住流泪了 发文的男性最后表示 希望这位快递员的善心 能被他所属的公司相关人员所知晓 所以就发文了 之后很多媒体尝试透过快递公司 来联系该名快递员 希望对他进行采访 但是这位快递员 谦虚地拒绝了所有采访要求 他认为自己的行为 并不需要特别的赞扬或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看着新闻一直感动的响哭 我尊敬您快递员先生 快递员平时都是匆忙吃完午餐就工作 但他还特地前来致意 真是温暖人性 雇用了这样的快递员的公司 真是有福气 母亲终于收到了他等待的快递 但为什么我的眼泪停不住呢 从早上开始 就因为这篇温暖的报道而感动流泪 心情很好 奇迹就是从这样的小小关怀和善行开始的 为什么我的眼泪会不自觉的流下呢 衷心感谢您快递员先生 从这件事中可以感受到 去世的母亲生前是一位怎样的一个人 母亲愿你在天堂里过得幸福 快递员先生 您会得到福气的 这位快递员先生 是一位懂得感恩的人 在当今这个似乎缺乏感恩之情的世界中 即使是再微小的恩惠 他也试图去回报 这样的行为真的令人感动 希望这样的人能在这个世界上取得应得的成功 希望所有已经离开的母亲们 都能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幸福 中文字幕提供 周四 周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